最近消息帶領關係 伊朗女權再度向上提升 終於獲准進入了球場 觀看男性踢足球 這群女性跟其他男性觀眾 遙遙相對呼喊口號 朋友互相走近的味道 這段罕見的畫面發生 在伊朗全國的職業足球連輩上 10萬個座位當中 大約坐了4000名女性 她們是43年以來 也就是1979年伊朗革命至今 第一批獲准進入球場 看男性踢足球的女性 由於伊朗想要爭取舉辦四足賽 國際組總施壓必須要求 伊朗開放 讓女性觀看職業足球賽 因此才有了正向的突破 Hello 大家好 我是乃瑜 要交給大家兩個任務 第一個華視新聞的臉書專頁 你按讚了嗎 還有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趕緊訂閱起來 還要記得按讚開啟小鈴鐺喔